中国国民党前主席 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 董事长连战今日率台湾各界人士参访团前往大陆参访 连战此行的重头戏 是预定13日上午在北京举行的习联会 这将是自2013年以来 习联的第四度会面 连战今日再次登陆为两岸和平建最大努力 连战办公室11日傍晚正式发布新闻稿指出 连战应大陆有关方面邀请 于12日率团访问大陆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 连办表示 当前两岸关系再度陷入不确定不稳定甚至紧张状态 连战期盼五项愿景精神能够获得延续及重振 以维护两岸和平 共同发展 保障台湾民众的安全 尊严与福祉 此前 国台办发言人安风山6日表示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 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 董事长连战先生将于7月12日至14日 率台湾各界人士参访团来北京参访 此后连战一行还将赴辽宁 吉林 浙江参访 据联合报报道 连战率领的参访团成员有50多位 连战此行得到党内支持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表示 连战已多年没赴陆参访 日前两岸处在独不回的状态 连战再次受邀登陆 与大陆领导人见面 是希望能为两岸争取和平 台湾立法院前院长王精平也认为 连战一定能为两岸和平建最大的努力 会为两岸工作 奉献 结果是改善两岸关系 他给予祝福 台没警告蔡英文自己没能力就别阻碍别人 台湾《望报》发表题为为两岸再次破兵 连战任重道远的社论文章指出 连战访问大陆的意义 绝不仅在国共关系 更重要是对两岸关系的作用 其成就是全台湾的公共财 这是台湾社会特别是民进党 在看待连战访问大陆时 最容易忽视的核心面向 社论说 连战这次访问大陆 一方面可以全面了解大陆对台政策的思路和理念 另一方面也能向大陆最高层传达台湾的民意 这是为台湾争取两岸关系主动权的再次努力 对台湾社会具有正面意义 蔡当局应该以正面的态度看待连战访问大陆 社会舆论更不应该冷嘲热讽与恶毒攻击 多想想自己能为两岸关系的改善做出什么贡献 如果自己没有能力 就应该对其他人的努力拍手欢呼 而不是阻碍干扰 连战2005年的和平之旅 曾经达成国共两党正式和解 发布两岸和平发展五项愿景 提供给台湾民众在两岸对立冲突之外 选择和解合作的机会 化解了当时一触即发的台海危险局势 其后开创了前所未有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局面 连办表示 当前两岸关系再度陷入不确定不稳定甚至紧张状态 连战期盼五项愿景精神能够获得延续及重振 以维护两岸和平共同发展 保障台湾民众的安全尊严与福祉 连战为推动两岸交流尽力 做出过重大贡献 他是敢于坚守信仰 对何为台湾长远利益很有洞见的人 将在13日登场的习联会 是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与中共总书记后 与连战的首次见面 习联会与两岸关系危机遇见遇深之际举行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习联会将释出的选息 对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 无疑会产生积极影响 每次参考前面 出来上台湾吧 把招词还算用 Hass天碳 ца 让urolog 再过 maison 禅 吻 骗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